齿螺输送泵拆装演示视频 使用工具 8号扳手 10号扳手 内六角扳手一套 用10号扳手和5号内六角扳手 协同将这4个螺栓 松开 将电机与齿螺泵通过连周器这里断开 用8号内六方 将这4个螺栓拆下 将齿螺泵从保温泵板处断开 拆下螺栓后将齿螺泵从保温板拆下 放在无尘布上 无尘布是为了保护 齿螺泵密封面 拆下连周器套 用3号内六角扳手 将连周器顶丝松掉 拔掉连周器 用8号扳手 松掉 压盖 螺栓 卸掉 卸掉周器尖销 拆掉压盖 用4号内六角扳手 拆掉甜料香 4个螺栓 拆掉甜料香 拆掉甜料香 用5号内六角扳手 拆除泵体 六角固定扳手 六角固定螺栓 拆掉 螺栓拆除完毕后 将泵体平放 拆除完毕后 泵体平放后 用双手轻轻将泵板拉开 操作过程中 注意不要划伤 泵板密封面 和齿螺密封面 齿螺泵拆开后 主要分三片泵板 主动轴 主动轴齿轮 重动轴 重动轴齿轮 将主动轴齿轮 从主动轴上卸掉 中间有个固定键 把键卸掉 齿螺泵拆卸已完毕 所有零件 展示 下面演示齿螺泵的组装 齿螺泵板 按侧面编码方向 白整齿螺泵板 重动轴 再组装 主动轴齿轮 将泵枪按编码方向 将泵上盖按编码方向 装入 装入 将六支泵体螺栓 装入 装入 六支泵体螺栓 装入 六支螺栓需要对角线 上紧 装入 将填料箱装入 装入 上紧螺栓 连对角线方向 上紧螺栓 将天亮压盖 装入 装泵轴件 安装连轴器 上紧连轴器顶丝 用8号扳手 调整压盖 螺母的松紧度 以保证 齿轮泵的主动轴 用手能盘动 齿轮泵组装视频 已完成 这是齿轮泵安装视频 将齿轮泵 与保温泵板连接 主动轴方向 与电机轴方向 在一条直线上 对角线上紧螺栓 装上连轴器外套 将电机与 连轴器连接 电机与齿轮泵之间 要有一定间隙 上紧四枚螺栓时 一定要注意 电机轴与齿轮泵轴的同心度 让这个齿轮泵 能自由活动 并用手盘动 也能自由活动 在各个角度 都能自由活动 安装完成 一定要确保 连轴器套 有一定的间隙 盘动齿轮泵 它这个连轴器套 都能活动 这样就安装完毕